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 小韩正在兴奋地等着爸爸回来呢 这时 突然电话响起来了 小韩接听电话后问道 谁啊 一个陌生的男生回答道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啊 郭叔叔 你爸爸让我来接你 你五分钟后下楼到小区门外来找我 小韩想着 不记得什么郭叔叔 一时不知怎么办 赶紧给季季谋冒打电话求助 季季说 没弄清钱 先不要下去 否则危险可大了 古代有个糊涂国君 就是稀里糊涂亡国了呢 春秋时期 晋国想吞并临近的渝和国 晋献功的大臣荀西想出个点子 这两个国家关系极好 想攻占他们就要抓住他们的弱点 使他们互相不信任 渝国的国君喜好宝物 我们送给他宝马和美玉 日后让他帮忙 他肯定没话说 另一边 晋国故意在晋国边境制造事端 寻出个打仗的由头 晋国要求渝国借道 让晋国罚国国 得到好处的渝公满口答应 城门大开 就差夹到欢迎晋军了 很快的 晋国取得了胜利 回来时 还把截获的财产分给了渝国 渝公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晋军大将这时装病 说 一时无法带兵回国 部队暂时驻扎渝国京城附近 几天后 晋县公亲率大军前去 约渝公前去打猎 不一会儿只见京城中起火 渝公赶到京城时 京城已被晋军里应外合强占了 就这样 晋国有轻而易举地灭了渝国 这便是假道罚国的由来 原文中讲到 两大之间敌血已从 我甲已是困 有言不信 意思是说 地处敌我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 当敌方胁迫他居服的时候 我方要立即出兵援助 并借机把自己的势力渗透进去 军事上 其意在于利用甲做跳板去消灭乙 达到目的后 回过头来连甲一起消灭 或者借口向对方借道为名 行消灭对方之实 毛毛接着说道 及时认清事情的真面目 并处理解决 不轻易受骗 这是动态思维的体现 对事情有预期规划和心理准备 也是系统思维的体现 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 一定要积民警惕 保护自己 警防受骗 我跟你说下 三国时候的刘章 以识大意丢了荆州 正是前车之鉴 东汉末年赤壁大战后 刘备已将荆州收入囊下 为了实现诸葛亮所出大计 龙中队 跨有荆益的计划 准备向占有一周的刘章 做出行动 恰巧这时 刘章四面楚歌 周围各方敌人虎视眈眈 刘章谋士就建议引刘备入属 来增强自保实力 初期 刘章刘备关系和谐良好 刘章还布了兵奖 准刘备去进攻外敌 然而刘备带兵走远 就不再听刘章的指挥了 决裂后 又要军事猛将相助围困 最终占领了益州 小韩听完故事意识到 这突如其来的郭叔叔实在可疑 马上拨通了爸爸的电话 爸爸说 没有让人来接小韩 爸爸就在不远处 十分钟就回来 这时门响了 原来对方郭叔叔找上门来 说要接小韩 小韩说 你不是好人 我要报警了 门外的郭叔叔听了 立刻慌了神 只听咚咚咚 仓皇下楼逃走了